加州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塞里格曼表示 已经对加大系统下达暂时禁止令 禁止校方依据SAT或ACT成绩来当作是否可以入学的审查标准 判决主要考量到处于疫情期间学校全面关闭 这对身心障碍学生来说生活与就学正面临双重打击 加上大学入学测试考试同样受到疫情影响 不止地点经常变动甚至还会被迫取消 且值得一提的是判决书上还白纸黑字的著名 大学入学测试成绩能否代表申请人在进入大学之后 学业表现一定优异 这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足够依据 而预测后续影响法律机会组织的主任罗森堡则分析 判决对加大体系来说几乎等于宣判了SAT与ACT寿终正寝 另外从加州的大学教育体系出发 未来全美各大学预估也将会很快地跟进并适用这项新判决 且对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 在新判决的影响下 未来加大系统将不得使用SAT或ACT成绩 来当作是否可以提供学生奖学金的审核依据 而回应这项新判决加大体系已经发表声明 无法认同法官的决定 且将更进一步地评估 未来是否要采取新的法律行动 东西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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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ования 启 trabajando 数 increat